當然如果在設計模式 你可以上面有一個Play 執行 它直接就可以跳出來 但是我們當然未來不可能說直接在設計模式這邊 VBA裡面執行 所以我們會需要有一個機制去把它啟動起來 啟動它的方式基本上第一個 Home 它是一個表單 那名稱叫Home 如果要把它顯示出來叫Home.show 那我們會需要一個按鈕 也許將來我會希望在哪邊呢 在我的Excel裡面 這邊會出現一個按鈕叫做啟動表單 不過目前這個按鈕 我講過啦 要有一個按鈕之前 你需要有一個什麼 有個Sub 對不對 那那個Sub 所以你要怎麼把這個Sub寫出來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Visual Basic 第二個到你的模組裡面 因為你剛剛是表單 你把模組的地方點兩下 在表單裡面 在模組裡面做一件事情 插入一個什麼程序 程序的名稱 也許你可以叫做啟動表單 也許我們這邊多增加一個程序叫啟動表單 按確定之後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只需要輸入一行程式就可以了 就是Home.show ok.show 就可以了 ok 再對應做出一個按鈕 那我就按一下那個按鈕 這個就可以出現 不過呢 等一下請各位注意一下 待會呢 你要確定一件事情 因為常常有同學 怎樣 按這個按一下啟動 奇怪發現錯誤 為什麼呢 因為齁 明明這個名稱 特別注意齁 我剛剛我有修改叫Home 可是常常有同學忘了改名稱 他還叫User Phone 1 所以不同的名稱呢 他當然叫一定是叫不到 所以特別注意齁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你的表單名稱有沒有變更 如果沒有變更一定是叫不出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齁 請特別注意齁 那怎麼會知道說名稱有沒有變更 其實蠻簡單的 你打完Home之後 按個點 如果你點下去之後 你發現這個清單出現了 那恭喜你 表示你的名稱應該是沒錯 可是如果說你點下去 奇怪發現 為什麼老師有清單 我為什麼沒有清單 那你就要注意 你的名稱應該是沒有改 你應該檢查一下 是不是要Home 因為這個問題 蠻常發生的 有很多同學 奇怪為什麼不行 原來就是什麼 你的名稱沒改到 OK Home.Show 好做完之後的話 我一個Sub 叫啟動表單 所以我可以在這上面 增加一個按鈕 按鈕的名稱 也許叫 就是啟動表單 這邊啟動表單出現了 複製它 再把這個名稱改成啟動表單 好 按下它 表單啟動起來了 OK 那這個是第一個 啟動表單 OK 那第二個就是說 常常你這個啟動表單 明明已經功能在這裡 但是呢 還是有人會找不到功能 所以他 表單在哪裡 功能在哪裡 他會又要找半天 所以最好的方案 就有同學問 老師那 可不可以直接乾脆 當我這個 Excel檔案打開的時候 順便就把這個表單給叫出來 就是我不用啟動 當什麼時候啟動 當Excel這個檔案打開的同時 也順便幫我啟動起來就好 這樣的話 我想使用者就沒什麼藉口了 都已經啟動了 除非它不小心關掉 那當然你還是需要一個按鈕 讓它打開 可能它不小心把它關掉了 這樣它可以啟動 好 那如果說我想要隨著 這個Excel檔案 啟動的時候 順便把表單叫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因為在Excel裡面 它是事件驅動的程式設計概念 所以你要想到什麼事件發生 就是什麼 這個 這個工作部 這個工作部 它會有一個物件 叫做List 有沒有這個專案裡面 的第一個 第二個這邊 在物件裡面的第一個 實際上就是List Walkbook 指的就是我這個檔案 我這個檔案怎麼樣 你把它點兩下 它把它當一個物件 當它怎麼樣呢 這個Walkbook 指的就是我這個工作部 預設的事件 事件指的是發生什麼狀況 當它被Open的時候 有沒有這邊 因為Walkbook Open 所以基本上 以後如果說你要做一些事情 是當啟動表單的時候 就去幫你執行的話 請你記住 把程式寫在這 這個中間 它就會去幫你做了 OK 那我們怎麼怎麼怎麼 這裡要答什麼呢 很簡單嘛 Home 用點 秀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 它就怎樣 當我啟動的時候 就會自動幫我把表單叫出來 那這個時候 特別注意啊 也許我可以把它儲存 不過儲存的時候 特別注意 我這奇怪 因為我剛好當掉 記得把它存成啟動聚集的活躍部 然後放在這裡 OK把它儲存 儲存之後呢 空門還在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把它關閉 重新再啟動一次看看 那 因為存成那個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所以它的圖示 會長得像這樣子 上面有個驚嘆 那我把它點兩下試試看 欸 有沒有 當我啟動 它就自動就打開了 當然它如果不小心關掉沒關係 這邊還啟動表單 OK 那可以開關 第一個 它當然會自動 可以把它啟動起來 所以兩個部分 第一個 記得喔 插入那個 一個程序 在模組裡面 啟動表單 第二個是 list workbook 這邊有個open 當然以後如果你要做很多事情 這邊都可以做啦 當啟動的時候 自動就做很多很多程序 可以自動就完成一些事情 OK好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表單部分 試著把它啟動起來 但是現在這個表單其實還是 功能還是完 還只是外殼 有那個樣子 但是實際上它還是不能work 所以等一下喔 我們會再來看 怎麼樣讓它的功能加上去 那功能如何把它加上去 讓它變完整 那以後的話 就可以喔 當我輸入一些東西 自動 比如說會員系統好了 你都要建立一個會員系統 可以讓那個使用者輸入嘛 那輸入它的相關的資料 最後按一個確定 自動就幫你填上去了 那會填到 我們資料的最下面 反正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它會一直增加這個資料 所以要幫你填上去 也已經把每一個都拿去 那麼多 那麼多 谢谢大家